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,师父拿出一条,对弟子们说,随身带着这个,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盒,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,放在圣桌上供养,并朝拜它。 弟子朝圣走过许多圣盒、圣殿,并依照师父的指示和教导去做。 回来以后,他们把交给师父,师父叫他们把煮熟,当做晚餐。 晚餐的时候,师父吃了一口,然后语重心长地说,奇怪呀,泡过这么多圣水,浸过这么多圣殿,这竟然没有变甜。 弟子听了,有好几位竟然立刻开悟了,这真是一个洞的教化。 德本质是苦的,不会因为圣水、圣殿而有所改变。 生是苦的,爱情是苦的,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,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,何况是凡夫俗子。 我们尝过感情与生命大苦的,并不能告诉别失恋是该欢喜的事,因为它就是那么的苦,这一个层次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 可是不吃的,永远都不会知道是苦的。 一般只要有苦的准备,煮熟了这,吃它的时候,第一口苦,第二,三口就不会那么的苦了。 对待我们的生命与情爱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,时时要有受苦的准备。 不是期待变甜,而是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,才是有智慧的态度。 不是期待变甜,而是去真实的体会和了解,本来就是苦的,而且是连根都苦。 这是一个本来的实乡和真相,变甜。 只是我们虚幻的期待而已。 唯有真正面对事物的真理实乡,我们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,所有的事情唯有当下就立即的去面对它并解决它,而且完全的不期待未来,才能真正的解决和处理。 完满的生命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,没有试过恋,而是经历过,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,真爱的感觉,才是真正圆满的生涯。 优优独播剧场